这么大个机器人还能当厨师机 牛逼啊 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给兄弟们介绍一个我刚掏到的宝贝 就是眼前的这款山姆机器人 这款产品是毛姆森兄弟推荐我的 我一看 接近60公分的巨大尺寸 然后有两种形态可以切换 好像还能够变形 还有喷雾的效果 用完券之后22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不满 我妈都不同意 那么今天就给兄弟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咱们打开来看一下啊 难怪要从后方这边给它拔出来 不是吧兄弟们 一拆出来直接左手臂就已经断掉了 然后呢 它的断直在这里啊 不过我看了一下 这个应该就直接把它插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手掌到哪里 再说 直接手掌就断了 而且我还发现有一点 你看它好多都是用这种透明胶带粘着 这个等一下撕下来 会不会留什么痕迹 或者直接把它这边啊 给搞坏掉之类的 希望我等一下全部拿出来之后呢 不要悲剧啊 好的 费了一会儿功夫之后啊 这款山姆机器人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到头顶高度58公分 与官方泰坦级福特是一个尺寸的啊 重量2230克 那在手里呢 分量感其实挺一般的 整个外观造型 我个人可以给个8.5分的分数 四肢比例还不错 大长腿呢非常的吸睛 放在儿童玩具中 这个颜值真的已经可以了 尺寸呢还这么大 送礼觉得有面子 颜色方面以紫色为主 再搭配部分的绿色和红色的透明件 整体的配色有一点像萨克巨人 做工涂装不算精致 近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到不少水口划痕 以及塑料的水波纹 不过考虑到它这个尺寸 才卖200出头的价格 也就不太计较了 可动性方面 头部呢不能够抬头低头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360度旋转 并且是齿轮关节 那么这个头雕啊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嘴巴的话 纯口罩好像看起来会更帅一点 手臂部分 相当清脆的齿轮关节啊 这个支撑度还是不错的 那么平抬的这边肩膀位置 也是齿轮关节 但是感觉是那种比较难听一点的 波片齿轮啊 大概达到70度 手肘 360度旋转 齿轮关节 那手肘弯曲的话呢 大概只有45度左右啊 前后其实都能够45度啊 手腕 齿轮关节 360度旋转 这个手指都是不可动的 腰部 齿轮关节 360度旋转 并没有弯腰 腿部 前踢 齿轮关节 大概70度 后踢也是70度 侧踢非常可惜啊 这边挡住了 大概只有30度左右 而且没有齿轮关节 大腿不能够旋转 膝盖弯曲 齿轮关节 大概70度左右 最后脚底板呢 是一个大球光啊 这个阻尼感还是挺舒服的 然后呢 可以360度旋转 接地性大概这个15度 往前往后的角度也不大 至于垂地pose嘛 不用想了 这个可动性一般般 能摆出这样子战斗pose 就不错了 武器方面 附带了大盾牌 大枪 还有两把刀 那么这个盾牌 还有枪方面呢 因为它都是你看 塑料水部门最严重 这种灰色塑料件啊 所以说质感方面就非常的一般了 那么这个枪呢 这边底下是可以活动的 然后我们按压一下这里啊 哇 你看 这么长 哇塞 喷射的效果还是很猛的 推这么远 试试看 哇 也能射得到 最后这两把刀呢 看起来质感会好一些啊 因为它是用黑色 还有红色搭配在一起的 红色透明部件 看起来也还行 然后它是可以两边 给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把更长的双头剑 总长度达到了53公分啊 跟点赞兄弟是差不多的 这边把武器都拿上 摆上我一个标志性的pose 你还别说啊 这个家伙虽然说可动性一般般 但是这么姿势一摆 加加上它58公分的巨大的尺寸 颜值方面还不错哦 另外这两把刀呢 你可以收纳在背包位置 这边有两个凹槽 哎 扣进去咔咔两声 这样收纳在背包上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酷的 接下来 我们就来展示一下 这款产品的一些玩法 首先背后呢 可以看到这是有两管炮的 然后呢我们按压一下 这边的开关 开关 哎呦 这个射出来居然掉到了这边 这也是我运气好啊 这个背包往上推一下 就可以拆下来 这边背部呢 螺丝悬开 里面装上三节的五号电池 然后这边后腰位置 有一个开关 我们打开开关 对 胸口还有眼睛呢 就会亮 暗光再来看一下啊 然后呢 再按压一下 胸口位置这个按钮 有一点环太平洋的音乐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按压一下 又会换出另外一种生效 除了生效 这款产品呢 还有喷雾的效果啊 你看它有附带了 这样的一个灌水的装置 你就给它塞进去捏一下 然后呢 水就给它注进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按压一下 哎 这边后方的喷口啊 它会亮 同时呢 就会喷雾了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 它马上就要起飞的那种感觉啊 可以当做一个除湿机 我觉得也是挺帅的 兄弟们 麻烦把666打在公屏上 然后这个山姆机器人呢 还有第二种形态能够切换啊 首先我们把肩膀位置 这些透明部件 胸口这块装甲 包括腿部外侧 两个装甲都拆掉 接着用力把手臂拆下来 小腿这边 旁边两个部件 都给它掰开 然后呢 小腿也跟大腿啊 分离开来了 先来处理手臂啊 我们把这边 给它上下分离 把这个用力的掰开 这里也打开来 然后呢 全部都翻转一面 这样子啊 就是它切换成了第二种形态 有点像是一些衣服 两面穿的那种设计 对吧 小臂呢 也一样 先把这个手给它拆掉 然后这边卡扣 松脱 全部打开来 上下分离 翻转一面 这个东西啊 咱们继续给它插回去 扣好 包括这个手呢 也给它插回去 上面的手臂 再拿出来 扣好 你看一条手臂就切换完成了 腿部也一样 首先先把脚板给它拆掉 然后呢 把里面全部展开来 切换一面 这两个呢 先不要扣啊 因为等一下膝盖位置要扣进去嘛 然后再把这个呢 给它插回去 现在我们继续给它扣回去 旁边两个卡扣 给它包裹住 扣上 这边 手臂就给它扣回去 然后呢 这里有个这个部件 我们需要装在这边侧边 相当于是一个装饰部件 好 那这个样子呢 第二种形态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形态呢 是以绿色为主啊 有点像是大力神 或者是图天独的这样一个配色 不知道兄弟们更喜欢这个配色呢 还是刚才那个萨克巨人的配色 可以来投个票啊 我个人反而觉得这个配色 看起来更加的舒服啊 然后呢 整个切换的过程呢 也是非常简单 就像是两面穿的衣服一样 翻转一面就变完了 又好玩 又有两种形态 我个人感觉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最后我给兄弟们分享两个 非常规的玩法 这个是盲姆森兄弟发拐的 据说是一位叫丙的 群友自己研发出来的玩法啊 这个也得像是什么 战斗要塞 移动要塞 这种感觉吧 就是人形一趴 然后呢 把这些部件啊 就给它搭拉在这个上面 你看脚板给它拆下来 放在这儿 手臂呢 伸直 然后呢 这些部件搭拉在上面 这个大盾牌呢 像是一个滑板一样 放在这里 呃 这个反正看起来 我觉得也挺像是什么 泰坦级的猛大帅的那种 战车移动要塞 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吧 还有我这边又简单的拼了一个 城市基地的模式啊 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看两个手臂 给它伸起来 这个是人形的背部嘛 背包嘛 然后呢 这边就是把腿部 给它拆下来之后呢 放在这里 这些部件呢 作为类似于基地的跑道 还有这个盾牌 放在这里 啊 大概看起来 有一点像是城市基地 那种感觉 对吧 因为这款产品呢 它的四肢啊 都是可以随意拆卸的 并且可以翻面 可以展开来 所以说你可以随你的喜好 发挥你的脑洞 可以拼出各式各样的样式啊 这个就由兄弟们 你们自己去挖掘了 总之呢 这款产品 我个人认为 220块的价格 58公分的巨大尺寸 不俗的外观颜值 还有众多的碗点 我个人是超级推荐 这款产品的 喜欢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OK 今天视频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